大家好,我是唐宾哥,今天是12月9号,我们照例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大魔宏观策略谈 今天他们的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也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预测现在即将要来的第二轮的经济政策 毕竟第一轮的经济政策从9月26号后呢,到现在来说,按效果来说是不太理想的 恰好今天下午就是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也召开了,然后新华社发了一个通稿 通稿里面的一些提法,让大家非常的兴奋 包括我们看到在A股收盘之后,香港恒胜科技指数暴涨4.3% 然后A50涨幅呢,到现在也是超过5个点了 特别是今天的背景是CPI数据依旧是不太理想的 环比同比都在下降,所以受CPI数据的影响 A股全天的走势可以说是相对低迷的 但是呢,这个政治局现在放出来的风声呢 让大家瞬间就兴奋起来了 有人又高喊,你又回来了 特别是这次新华社的通稿里面提到 更好的统筹安全和发展 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 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综合发展 稳住股市楼市 然后这次把股市和楼市竟然放在一起都要稳住 那这个股市肯定是非常兴奋的 然后还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和外部冲击 稳定预期,激发活力 激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个都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了 然后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特别提到要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 要大力提振消费 提高投资收益 全方位的扩大国内需求 更具体的内容呢 我们估计要等这个会议召开才能知道 但是他前面放出来这些呢 已经让大家有一种这个浴火焚身的感觉了 特别是超常规的逆周期调节 这个历史上都没有提到过 所以呢 大家的期望是非常高的 然后大家也可以把这些东西呢 和邢自强的这个政策的前瞻预测相互印证 另外啊 他们这次的策略会里面的镇林 也对现在A股的状况 包括现在的这个全球资金流向 做了比较详细的分享 包括现在中国的内资和外资啊 依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包括11月份外资净流出了75亿美元 但是蓝象流入港股的呢 也达到了160亿美元 另外他们对 人民币在内的主要货币的汇率 也要比较详细的分享 特别是美元的走势 现在也出现了一定的分歧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他的详细内容 各位投资者朋友 大家上午好 欢迎来到一周一度的大摩宏观策略谈 我是Robin 行斯强 今天的话题是 呼之欲出的第二轮政策 因为这周会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有新华社的公文发布 我们认为呼之欲出 这是因为第一轮政策的效果 虽然也有 但是呢 今天我们的中国经济学家郑林坚里 会带来两个重要的更新 那就是我们编制的先行指标 经济温度计 和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研发 在八九月份发布的 大摩社会感知指数 这两个指标可能都显示 当前第二轮政策急需出台 避免九二四以来的政策转向 一股作气 再摔三哀节的现象 现在急需要下一波的政策 适时的出台 那当然呢 我们今天也请来了 中国策略师Cloy刘颖 他会专门从我们比较关注的 11月份以来 外资到底流进流出的情况 有什么新的编辑变化 以及我们三季度企业报 报道出来的一些新的分化现象 来看看怎么做投资 我们也请来了 亚洲宏观策略师GAC 他会讲一讲 摩根斯丹尼 2025年系列展望的第三篇 对于美国固定收益类资产的判断 包括美元的走势 美国国债的走势 以及怎样把对美元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判断 运用到亚洲各国 我们做固定收益投资上 最后我们也请来了 刚刚周末从美国回来的 我们亚洲硬件科技行业的查理 他会带来对2025年半导体硬科技 怎么做投资的展望 以及美国最新出台的一系列 对华科技限制政策造成的潜在影响 那么跟以往一样 我先会抛砖引玉 来具体的讲述一下 为什么第二轮政策呼之欲出 以及对这些政策的具体的分析判断 第一轮政策的效果 当然是有的 但是从我们编制的经济温度计来看 9到10月份 当时经济的体感温度改善了一些 但这种改善程度 在11月份下旬以来 基本上戛然而止 也就是说 第一轮政策的效果 肯定还是不够的 而更为重要的 则是我们一直跟踪的 大摩社会感知指数 这是一个对民生反馈的 比较平衡的跟踪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判断 决策拐点 是一个很好的框架 我们刚刚做了新一版的更新 新鲜出炉 这个指数呢 也是有所走软 这可能反映了 尽管924以来 市场的动能有所好软 热度上了一些 但是从金融市场动能 传导到实体经济 再传导到民生和就业 需要比较久的实质 后面监力也会具体的介绍 这个社会感知系数的最新状况 所以呢 无论是高频率的作为先行指标的 经济体温感知剂 最近它的改善 戛然而止 还是作为最终来衡量成果的 民生反馈系数 可能这些都显示当前急需要 第二轮政策 避免一股作气之后再摔三挨截 这是为什么 接下来一定会有第二轮政策 在经济工作会议之后 陆续出炉 那提到经济工作会议呢 正如大家已经收到的 我们周一宏观策略谈的 邀请函的海报里面提到的 它会是吹响第二轮政策的号角 我们预计了它的文字稿 会非常的积极 试图继续提振信心 然而大家的隐忧是 数字上 解决上 一般要等到来年三月份 才会公布于众 而数字的规模 具体投入的方向 这才能真真切切的反映出来 决策是否逐渐打破了之前的思维定势 所以 是这周即将出台的文字更重要 还是后面大家才能得知的数字更重要 我相信大多投资者心中自有答案 可能目前并不是只靠浅词造句 就可以提振信心的阶段 大家都急切期盼着真金白银的具体细节落实 但是回归到经济工作会议本身的文字 我为什么觉得它的文本会非常积极呢 它会延续甚至升华926政治局会议的积极表态呢 大家知道啊 在历来开重大的工作会议之前 官媒会吹风 就是所谓的春风吹降鼓雷 会出炉好几篇社论来铺垫凤尾 通常还都是三部曲 上中下三篇 上个礼拜就是如此 大家看到新华出的第一篇 如何看GDP数字 某种意义上呢 是淡化了GDP数字目标的重要性 提出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 那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机构投资者市场人士就担心 这是不是意味着后面的政策后继乏力了 因为不太在乎是否达到GDP增长目标 并没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这种心态 然而这个三部曲的后面脸部曲 应该来讲又重燃了不少希望 第三篇最新的一篇讲的是 中国的财政赤字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因为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 而且国际对比来讲 其他国家也早早放弃了 官方预算赤字率放在3%左右的老黄利了 这个跟我们一直强调的 需要打破三大思维定势的第一项 就是过往财政可能过为谨慎 中央财政总是讲究量入为初 这可能是迈出了半步 而新华社社论的第二篇 陈上启下之作 则是强调了本轮政策转向的宗旨 他提出三项 大家可以仔细评一评 叫是为了社会民生的全面好转 地方政府的运转良性 和老百姓对物价和资产价格的预期 迈向正循环 可能跟踪我们大摩宏观策略谈和我们研究报告的机构投资者朋友们都会会心一笑 这几乎是原封不动的引用了我们自9月初以来对本轮政策转向的宗旨和目的的判断 还实现这三个目的 社会民生全面好转 地方政府运转良性 老百姓对物价和资产价格的预期迈向正循环 它远远比GDP短期拖个底 更重要 但也更为艰难 正因为如此 第一轮政策的效果实现不了这三部目标 它只代表了政策的序曲 还非中章 所以回到经济工作会议 这个周四可能会发布的公告 我认为了 它的态度比较积极 对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取向 用的字眼 可能会是最近十几年以来未有之积极 它也会重点表达对于消费的支持态度 和对于延续924政策转向以来的第一轮政策的余威 一股作气促进性情回生的鞭策意味 然而刚才讲了这么多 这些还是针对文本的潜似造句 是语气本身 积极归积极 经历了926第一轮政策 包括当时政治局会议的积极表态 市场上 尤其是很多外资投资者 可能对于仅仅是语言表态 习以为常心无波澜 毕竟不少投资者认为第一轮政策的力度还是不够的 离一举打破通缩的最优的预期比 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当市场谈论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 究竟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也不断的在过去年周 跟决策层在不同场合建言宪策交流的时候提出过 市场谈经济工作会议谈的是三点 一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总量 二其中对于消费政策的重视程度 第三对于资本市场的后续的支持和改革 那一句话总结就是说 数字比文字更重要 定量比定性还关键 速度力度比态度更管用 这是市场谈论经济工作会议最关注的三点 第一总量上 那我们预计了广义赤字 就包含了官方的预算赤字 和一些没有算进预算里面的地方专项债 中央特别国债等等 在一起 2025年的广义赤字会比 2024年扩张两万亿人民币 占GDP不到1.5个百分点的扩张幅度 但是市场其实是高度关注 这广义赤字里面的一项 就是预算赤字率 能不能到4%或者以上 来显示打破过去的思维定势 那为什么市场这么关心 其中的这么窄的一个预算赤字率了 因为我们过去的老黄历 一直是希望把预算赤字率压在3%左右 哪怕是2020年疫情的第一年 遇到那么大的经济风险 也仅仅把预算赤字率放在了3.7% 所以这次如果设在4%或更高的水平 就显示半只脚 迈出了过去比较舒适的依赖的路径 开始尝试更大力的 更积极的中央财政政策 但是市场也担心什么时候 对外发布和交流这个数据 因为根据过往的惯例 会议的公告 包括未来一年周 像在北京的周末 会进行一些宣讲会 对这个数字会保持模糊 直到明年3月份的两会 才会公布赤字率 这部分造成了也许未来几个月 信心会逐渐的被打磨掉 不利于一股作气 因此我们也是在过去两三周 一直建议这次要打破成规 及时的通过各种方式 发布会也好 跟市场沟通交流也罢 提供关于财政数字的前瞻指引 这里面还包含了 能否明确在今年底 一些对于消费的支持政策 比如说脸新 特别是消费品也就换新 年底到期之后 明年1月1号开始 怎么延续 钱来自哪里 避免政策要等到3月份两会之后 才明确 不能一股作气 出现在挨衰 这是第一项总量市场的期盼 第二项则是政策的重心 市场高度关注的是 对于消费的支持 能否被升格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本 历来会排序排出 未来一年的几大重点任务 去年排第一位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 那就是以科技创新 来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也就是说还是新制生产力 第二位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但是这个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特别是消费需求 首先它只排第二 其次它的真正的有效政策 像消费品相关的政策 是直到今年九月份才正式的落地出炉 实质长达九个月 力度也不算太强 所以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 市场会高度关注 这几项重点任务的排位 我们也建议因为考虑到向市场 传递更明确的信号 打破一律提振信心的角度 应该把促进消费 作为重中之重 把它升格 因为这也有助于形成新制生产力的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像上周和上上周 我和我的同事郑林 太子彭博士都讲过多次了 毕竟要促进新制生产力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解决厂脱子的硬件研发 较强的一个终端消费需求 是有利于科技的应用落地的 而较好的一个物价涨幅的预期 也是有利于企业进行研发和扩张的 这是创新生态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所以这次就看能否把促进消费 扩大消费作为第一项重任 因为它是促进新制生产力的一个 根本性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最后则是对于资本市场的定位 包括A股港股等资本市场 下一步的改革和开放 我想我们在参与了 比如说最近香港和大陆互联互通 资本市场十周年的一些会议上 也给学色层和学术界提出了三个观点 应该进一步做到资本市场 包括港股和A股的互联互通的扩大 因为现在资本市场的下一步改革 可以起到三个作用 给老百姓以回报 给新制生产力以支撑 给地缘政治以缓冲 老百姓以回报很容易理解了 都存在银行里现在利息是偏低的 包括港股和大陆之间的互联互通 会使中国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经济体 拥有一个国家的国民 可以享受到投资于两种金融市场 两种币种 两种金融环境的多元化投资的特点 毕竟中美之间从经济到产业到货币政策利率 汇率走向经常会有周期的错位 考虑到港股的联系汇率制 实际上它跟A股之间的互联互通 给大陆的给香港的老百姓都提供了多元化投资的机会 经常我们会看到出现北方下雨 南方情西方不亮东方亮的这种多元配置 第二则是给新制生产力支撑 A股现在总体上还是以解决卡脖子 扶植硬科技为宗旨 在这个过程中 IPO的上市会非常的严格 大家当然高度关注 刚才我们讲到了科技创新 它需要一个生态系统 需要较长的终端消费需求 服务娱乐需求 也需要比较好的物价回升的环境 让企业愿意扩张 大家的产品和价格 和服务卖得上价格 那港股部分意义上就承担了这个责任 很多文化类的娱乐类的游戏类的 消费类的来香港上市 实际上最终是有利于这个生态系统的 就像免州之前 黄仁勋到香港来吃大排档 他经常讲到的段子一样 宁伟达能有今天 在过去几十年 经常濒临死亡的时候 是靠游戏行业 视频行业 对他GPU的强烈的需求 让他起死回生的 这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概念 所以给地缘政治以支撑 就包含了 让这类的企业 终端消费文化娱乐游戏的 也能够享受到生态系统 上市融资的特点 第三块则是给地缘政治以缓冲 过去三周 我们长篇里读的分析了 特朗普2.0时代 对中国的影响 除了关税战 中国企业和产业链应对起来 更有经验 我就不赘述了 但是对于资本流动的一些限制 怎么办 其实互联互通 资本市场开放 使得双方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共同持有对方的大量资产 可能进一步造就了利益的捆绑 不容易发生硬脱钩的迹象 毕竟 所以这边也统计了 最近中国大陆的民众和企业 持有海外的政权投资的图寸 以及海外的包括美资在内 持有中国的资产的图寸 如果这个越来越高 而且相互非常平衡 就有利于地缘政治上得到缓冲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点 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市场的高度期盼 对资本市场下一步改革的定位 是不是拔的更高 这三项 台证政策的总体力度 消费政策的重视程度 对于资本市场的后续改革支撑 是市场谈经济工作会议时候 谈的三个要点 而且大家高度关注 在文字出台之后 这些数字和速度 能不能更快的跟市场沟通出来 这一点我们谈了非常积极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接下来的定调 但为什么我们判断它会这么积极 以及它为什么第二波政策互之欲出 我想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中国经济学家郑林 来阐述一下 我们的经济体温计 最近显示出来的状况 以及大摩的社会感知指数 民生反馈的对性更新 把时间交给郑林 好的 非常感谢Robin总 那熟悉我们研究宽架的 投资者朋友都知道 我们这边一直都有两个指标 来判断政策拐点 发力的节奏 还有效果 那一个呢 就是反映通缩下行螺旋 对于社会民生影响的 这个社会感知指数 那另外一个呢 则是通过跟踪各种高频指标 来反映政策效果的经济温度计 那在9月下旬 第一轮政策次级出台了以后 我们看到这两个指标 其实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的 在三季度 但是呢 最近四季度 又边际的出现了恶化 首先咱们的跟踪数据显示 社会感知指数 在三季度边际平稳了以后 四季度是有可能再次下滑的 那这边主要的原因 还是目前的政策刺激 是以供给端为主 需求端不足 虽然说第一轮的政策 它是提到 起到了一定的拖地作用 防止通缩下行螺旋进一步恶化 但总的来说 PPI它还是在深度的通缩当中的 核心CPI虽然已经有边际两个月的改善 但不可否认 它还是徘徊在附近 通缩的压力 其实还是徘徊不去的 那这个还是会对就业 对工资的增速都带来一定的压力 那同时我们跟踪的中国经济温度计 也是出现了一些天际的恶化的 目前如果我们看四季度的实际GDP 环比折年率的跟踪 预测还是在5.5%左右 比二三季度的不到3%的均值 是搞出不少的 但这边主要的动力 其实还是来自于基建 也就是说政策支持 那同时呢随着特兰普单选 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加征风险也是在上升的 所以我们从11月份的 PMI订单的这个逆势改善当中 也显示企业其实已经可能开始出现 抢出口了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迹象显示 第一轮政策的效应可能已经出现了 边际上面的一点退坡 首先看地产 我们看到11月份开始 房地产的动能是有一点点的衰减的 虽然说样本城市二手房平均成交价格 相比10月还是有0.5%的一个正增长 但是如果咱们看成交量的话 其实已经是放缓了 而且是略低于季节性的 那9月底房地产政策刺激的要效 还能够有多久 我们觉得这边可能还有待观察 同时考虑到地产供需 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失衡的状态 所以我们相信如果说是要真正的 让房地产直跌回稳 说到底还是需要有更有效的去库存的政策 那其次呢 消费这边表现也是喜忧参半的 当然汽车的销售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到11月份汽车的这个销量 其实还是进一步的往上走 那这边其实一来是因为有移旧换新 二来也是有新能源车型的一个上市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线上的家电销售 其实环比其实已经开始回落了 那部分的原因呢 当然是因为今年双十一提前到了10月份就开始 所以也导致一些需求可能是被潜质到了10月份 11月份有一个配搭乙范 但我们觉得这也可能反映着 随着一些地区的家具家电 已经换新的这个活补的资金用完了以后 销售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退坡 那同时我们看到和消费相关的服务业 PMI11月份其实也是普遍走软的 这个也是显示 在就业形势还有收入不明满的情况下面 整体的消费需求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强的 而且这个已旧换新也可能一定程度上 对于非已旧换新的消费品类有一定的挤出效益 所以这边就是结合两个指标 我们觉得本周要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 可谓是正当时也为下一轮的政策刺激 吹响了一个号角 那我这边就先介绍这么多 那接下来把时间再交还给罗宾总 谢谢 谢谢Janny 非常简简一概 把我们最重要 也是各位投资者可能最聚焦的两个指标 一个是先行指标的经济晴雨表 第二个是一直帮助我们判断政策拐点的 大摩社会感知系数的更新版 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 以及对第二轮政策的重要性的判断 那接下来我们先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 那就是最近11月份以来 外资对于中国的态度反映在资本的流入 流出里面有什么新的变局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三季度报 反映出来的下一步 我们怎么样按图所记去做投资 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策略师Cloy 谢谢 好的 谢谢Robin总 大家好 在策略这边呢 我今天会给大家更新一下 我们看到的11月资金流向的这个趋势 以及三季报的一些总结情况 那首先资金流向的趋势 我们看到在外资的长线基金这边 9月跟10月因为受益于中国政策一个转向 那外资的长线基金对中国都是净流入的 但是在11月这个已经转回为净流出的一个情况 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反映了进入11月之后 看到后续的一个政策的刺激力度不是特别大 包括指定的这个进度也不是特别的快 再加上特朗普当选之后 各种地缘政治的这个风险的升级 导致整体的外部风险提升 所以这些外资的这个长线基金 有一个加速卖出的一个情况 从数字上来看 11月外资的长线基金的资金流出 一共是75亿美金 那其中被动基金就主要是ETF这些 它的流出是46亿美金 这个流出的这个量 大概是10月的净流入量的40% 那主动基金这边呢我们看到11月也是加速流出的 净流出的量是29亿美金 这个量呢是创下了今年以来的单月净流出的一个最大的金额 主动基金的流出这边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欧洲的这个基金比较多 那美国的主动基金净流出近年以来其实都比较少 而且比较稳定 因为本身美国的这个主动型基金对于中国的仓位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如果我们看刚刚说的是就11月的这个单月的这个资金的流入流出一个情况 那如果我们看从2022年10月到现在的一个累计的资金流入情况的话呢 从被动基金这边来看 因为它今年9月跟10月还是有一波大幅的这个加仓的 所以现在被动基金累计的资金流入还是处在从2022年10月以来的一个历史最高位 但是主动基金这边其实我们看到在9月10月有一轮小幅的加仓之后 然后现在又加速卖出 所以现在资金的净流出是处在从2022年10月以来的一个最高位 然后如果我们从资产全球资产配置角度上来看呢 我们看到从外资的长线基金来说 它们最新的数字对于中国的低配大概是1.2个百分点左右 那这个数字呢是处于近期可能两三年的一个历史范围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水平 那历史范围大概是在低配0.8个百分点到3.4个百分点 所以现在对中国的这个范围还是处在近期一个历史范围以内 属于一个进口供退口手的一个位置 从行业配置来看我们看到从9月底到现在 那外资长线基金加仓比较多的这个行业是包括Consumer Service 然后Capital Goods这两个行业 然后从低配的行业里面呢 我们从9月底到现在看到减仓比较多的是银行跟金融服务这两个板块 虽然说这两个板块其实我们看到三季度的这个业绩情况是很不错的 那看完了外资的这个资金流向之后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中国境内的一些资金的这个流向 那我们看到11月境内的这些被动基金主要是A股的ETF 11月还是继续有资金的这个进流入的 大概是有50亿美金左右 虽然说这个资金流入的规模跟10月相比已经有一个大幅的这个放缓了 那南向资金呢 11月我们还是看到有一个继续这个流入的 而且11月的流入量是创下了2024年单月的资金进流入最高的一个月份 大概是160亿美金的一个规模 所以我们从外资中资的这些资金流向呢 也可以看出现在整体外资对于中国市场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 特别是考虑到最近外部的这些地缘政治风险 包括人民币贬值的风险都比较大 但是中国政策刺激的这个规模跟时间表上面还是有些不确立性 但相对来说内资会对中国市场会更加乐观 因为政策这个转向确实是已经发生了 那再加上本身A股对于外部的这些风险没那么敏感 所以对于A股投资者来说他们可以更有耐心的去等待政策的这个进一步刺激 从全球的这个资金流向来看呢 结合我们original团队包括PP团队一些反馈 我们看到11月印度市场的这个外资资金的流出是比较多的 而美国市场的资金流入是比较明显的 那这个就是资金流入的这个情况 那另外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看到的中国市场三季度的这个业绩的这个情况 三季度整体的业绩还是低于预期的 而且跟二季度的这个业绩相比呢 有进一步的这个恶化 那这个是已经是我们看到的从2018年以来的 连续第13个业绩是低于预期的 如果我们看MAC China的这个三季度的这个业绩呢 NetNet是有24%的这个公司盈利是低于预期 那二季度的时候这个数字是在17%左右 那A股呢我们看到是比MAC China是更差的 Net大概是有34%的这个公司业绩低于预期 那二季度的时候这个数字是在24%左右 另外我们看到整体公司的这个收入的这个表现会比盈利会更差一些 主要是考虑到整体的宏观经济对于收入端带来一个直接压力 而很多公司在成本端还是在做一些账本增效的这个动作 所以相对来说盈利会比收入的这个趋势会更好一些 但总体还是低于预期的 从行业分布来看呢 三季度这个业绩金融板块是唯一一个 如果我们按公司数量包括市值的比例来看 都是超过预期的这个行业 那相反有三个行业呢 是低于预期的 包括农员 医疗 根源材料板块 就是包括按公司数量跟市值比例来看 都是低于预期的这三个行业 往前看我们现在对于上市公司的这个基本面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 因为考虑到我们现在预测 明年的这个民意GDP的这个增速 也就是在三个点左右 那MAC China的这个盈利增长 其实更多的是跟民意GDP去挂钩的 而不是跟实际GDP去挂钩 所以我们觉得明年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 还是会继续承压 我们预测的MAC China 2025年的EPF的增速是在5%左右 那这个还是低于现在的 一致预期10%的 那短期来看呢 我们还是继续等待市场 对于这些外部风险的这个充分定价 同时呢也是高度关注中国的政策的 可能的应对跟一些刺激 那在股票配置方面 我们觉得在看到一些大的政策刺激 政策推出之前呢 我们还是继续推荐 盈利增长确定性和股东回报确定性 都比较高的33个股票 那这个这33个股票呢 是我们通过四下而上的这个方式 去收集的我们每个行业的分析师 去推荐的这个股票名单 另外我们也是推荐一些 比较高红利的这个股票 包括股心率跟自由现金流利 都在4%以上的一些股票 那以上就是我对策略这边的这个分享 那我先把时间交还给Robin走 谢谢 好谢谢Chloe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把目光转向美元 包括对美国的汇率 以及美债的利率 我们有怎样的2025年的展望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 对亚洲各国的汇率和作债的有什么启示 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亚洲宏观策略师Gag 好的谢谢Robin总 对其实今天这个webcast还是挺及时的 因为我们研究G10货币那边的团队 上个星期五刚刚转变了 他们对美元的观点 从之前比较乐观 至少在短期内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 转为说觉得美元短期内 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端 然后有一些贬值的空间 但我们的观点是说 其实美元对G10货币的一个走势 可能会对亚洲货币的走势 会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在亚洲货币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认为说即使美元可能会有一些回调 但亚洲货币的收益的这个幅度 可能也不会太大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观点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吧 因为我们G10的团队认为美元可以贬值的原因 主要是有三个 第一是他们觉得美国那边很多的利好消息 已经被积入到美元目前的一个定价里面了 就很多全球的这个投资者朋友 都普遍的认为说美国的经济 接下来还是会跑赢很多其他的国家 因为美国加征关税 对其他经济体的那个负面影响 可能要比美国经济的影响要大比较多 然后再加上就是美国在新政府下 可能会放松对银行的监管 也可能会放松财政政策 所以其实美国经济跑赢 跑赢其他的主要经济体 是一个很consensus的一个看法吧 那我们是不否定这一点 我们也认为说美国经济数据 应该还是会挺漂亮的 但我们也觉得这可能很大部分上 已经被积入到美元目前的一个定价 因为如果我们看就是 美国的这个经济经济指数 其实它已经到达了差不多50的一个点位 那通常它达到50到100这个区域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回调 所以从一个风险回报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下行的这个风险可能会稍微大一些 也就是说即使经济数据是好的 但可能相较于目前市场已经很高的一个预期的话 它可能就比较难超越它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的话就是在关税和财政政策方面的话 我们和市场普遍的观点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的 那我们美国的团队是认为说在关税方面 美国加征关税的对象可能主要是中国商品 那对欧洲和墨西哥那边的关税加征 可能是比较集中在特定的一些领域 所以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实际关税 其实接下来两年可能会增加差不多25个百分点 那但对欧洲和墨西哥那边的话 可能只会增加一个百分点这样子 所以对市场来说的话 那可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惊喜吧 然后在美国财政政策方面的话 我们的想法也是说 可能会比市场预期的要保守一些 就我们认为说明年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财政政策扩张 只要可能要等到2026年美国的减税与就业法案 到期的时候才会延长现有的一些税收减免这样子 那最后就是一个美国利率的关系 因为我们美国的团队是认为说 美联储在接下来四个会议都会持续的降息 所以到明年上半年的话 其实总共会降100个基点 那当然上个星期五美国就业数据出来之后 其实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一个预期是有所增加 目前12月降息的那个pricing是差不多 有80%的这样一个概率 但到明年五月的话 其实市场还是只是预判说 美联储降息只是差不多55个基点 所以我们预期是要比市场隔派很多 这个再加上我们对财政政策方面的一个保守预期 再加上就是美国经济明年可能会逐渐放缓 所以让我们觉得说明年年底 其实美国十年的这个国债利率可能会下滑到3.55 那就会让美元有一个贬值的压力 当然有些投资者朋友也会说 就是看美元的话 通常大家都会跟欧元那边做一些比较 那欧元的话 其实欧洲的前景也没有很明朗 特别是说法国这边最近政治层面 也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美元有可能会贬值吗 那我们我们其实也认同说 欧洲的这个经济前景没有很明朗 但我们认为就是目前很多这个坏消息 也已经被进入到欧元的这个定价里面 就比如说市场目前已经预期说 欧洲央行一直到明年第二季度 每个会议都会降息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降多过25个基点的 这个可能性 所以如果在这个星期四的 这个欧洲央行会议上 他们没有就是对他们的经济预期 做出太大的修改 或者说那个行长对这样50个基点 这个举动保持稍微比较谨慎的 一个态度的话 那欧元短期内我们也觉得 可能会有一些反弹的空间 但当然相较于其他的这个G10货币的话 其实欧元这边的反弹的那个幅度 还是稍微会逊色一点 但在亚洲货币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觉得说 即使美元有些贬值 但欧洲货币这边升值的空间也可能不大 主要是因为在关税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是预测说 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 是会是最多最广的 而且随着关税的这个形势 变得更加明显 更加确定的话 Robinzong他们你们团队也认为说 可能会突破到7.3那个一个水平 到到7.5 7.6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就会间接的导致说 其他的亚洲货币会形成一个贬值的压力 当然关税几时会来 这个时间点是很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那一些投资者朋友可能认为说 是特朗普下个月20号就职之后 很快就会推进这个加要关税的计划 所以美元如果贬值的话 可能一些投资者会把它视为进场买入的一个机会 特别是相对于人民币和其他一些出口型经济的亚洲货币 比如韩元泰铢或者马来西亚令吉和台币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 亚洲货币明年上半年的一个主题 就是人民币和其他出口型经济的这个货币 其实相对于那些内需型经济的货币 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贬值空间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是亚洲货币这边一个很大的这个主题在那边 那另外一个主题的话 我们是认为说可能日元和其他亚洲货币的一个表现 就会出现一个分歧 因为我们预计说明年上半年 日元可能会随着美国国债利率往下走的这个因素 而升值到140的一个点位 那当然日本央行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觉得说它可能一月会加息 所以利率差的这个走向会有助于日元升值 那过去几年的话 日元和其他亚洲货币的走势 其实是挺相似的 所以有些投资者朋友就会提出疑问说 这样的分歧是有可能发生的吗 那我们是觉得说是有可能的 因为其实在201819年的这个贸易纠纷的时候 日元和亚洲货币在19年4月左右就开始有一些不同的走向 就日元开始升值 可是其他的亚洲货币还是呈现一个贬值的趋势 那主要是因为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央行 其实在2019年的下半年就开始进入一个降息周期 所以美国国债利率当时就开始往下走 就促使了日元升值这样子 那展望明年的话 我们也是认为说很多央行在上半年都会继续的降息 所以其实我们是觉得说 这样日元升值跟其他货币贬值 这样一个分歧的走势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在投资策略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是认为说 卖台币买日元 或者是说卖人民币或泰铢买印度卢比的话 是比较适合的一个投资方式 在亚洲货币这一块 那在利率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认为说 其实亚洲国家的这个国债利率普遍的 应该会往下走 然后收益率曲线也会变得更陡 但当然除了美国利率往下走的一个关系以外 我们也认为说亚洲这边的央行 普遍的也都会在继续的降息 然后亚洲的一个经济增长 也会受到关税的影响而放缓 再加上通胀率的话也会随之的 就是继续的往下走这样子 所以是我们认为 为什么就是收益率会普遍的往下走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一些原因 然后再就是再加上就是从一个 supply方面来看的话 就除了中国韩国和新加坡以外 其实其他的亚洲经济体的一个改正政策 我们也预计说都不会放宽 所以其实从这个发债量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也是会有助于利率走低的一个趋势 那在中国方面的话 其实市场上比较多的讨论是说 如果明年就是增加一个特别国债的发行量 那对国债利率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是认为说 它可能只会稍微的让国债利率跌的没有那么多 但应该不会改改变就是整体的一个一个走向 因为毕竟市场目前已经 普遍的有两万亿发债量的这个预期 然后再加上说如果经济增长还是比较疲弱的话 那央行还是得得降息 而且买国债的一个需求应该还是会在那边的 所以我们是认为说 中国国债的这个收益率整体的走向 还是应该会往下 所以在投资策略这边的话 我们是建议说投资者其实还是可以 就是通过receive一年期的这个NDRS去表达这个看法 然后在中国以外的话 也可以考虑就是买十年的这个印度国债 或者是说receive一年期的这个泰国的NDRS 或者是说看美国两年期和十年期的这个国债收益率曲线 相对于韩国的收益率曲线可能会变得更逗这样子 对那就是我们大概对亚洲宏观市场这边的一个看法吧 那我可能先分享到这里 把时间交易给Robin走 感谢Gag也是非常详细的把我们对美元 以及美国国债对亚洲市场各国货币的影响 做了详尽的分析 这也是我们2025展望里面跟固定收益和汇率相关的重要的部分 当然很多投资者对于我们觉得美元明年可能不升反扁的这个态度 有很多不同意见 也欢迎大家继续线下 跟我们跟Gag继续加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